特想采访你 郭老板 这个徒弟啊 你要不用很多的心思呢 交不出来 对 然后用的心思多了呢 就是有一份感情在那 也不光是你有这个 烧饼他们俩也是这样 也有这种感情 但是这种 有的时候 比如说他说像出名了 出名了 在德云社 这还是小资本 到哪儿 还是什么师傅 师叔 反正谁都能说他 可是在外头说烧饼老师 那是 那这个社会 粉丝建设 有钱 一勾的 那很容易就跟你就 这个 离心离德了 遇到这种时候 伤心不伤心 这就不能说伤心不伤心了 我从七岁干这行 辗转江湖几十年 这你伤过的师傅 那就多了 我说句良心话 这么些年来 你说这谁要挤给我呀 害我呀 说我什么 对我来说 根本都不起作用 真正说这几十年来 让我最伤心的 就是像这样的儿徒 我亲手交出来的 亲手要把我置于死地 对 这是我最难过的 这是最难过的 但这个东西是你看不出来的 来的时候都是好孩子 你就是我亲爸爸 我跟你学 好我养活你 有一天他突然间红了 他可不是那个管你叫爸爸 那个孩子了 他认为我是个弯了 我是艺术家了 而且他极力的抹掉 就曾经这段历史 我一老生 我就这么大能力 这玩意你瞧着 你一点得也没有啊 对不对 咱们又不狠心 要非要孩子怎么怎么样 所以我老跟他们说 你们好了就行 对不对 对不对 感谢观看